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說的故事是有罪 女主角從初中開始就精神不正常 會看到幻覺都要吃鎮定丸來控制情緒 但時不時還是會做出脫序的行為 像現在都讀到主角大學了 她這天也仍然誇張的跑來學校難測鏡子上寫詩 而學校背景最龐大的富二代男主角 則是愛上如此特別的女主角 馬上跑來約她加入自己的主角樂團 一起團練一起交往 而主角樂團還有另外三個成員 由左到右分別是 美作花澤淚和西門 反正樂團五人現在感情非常好 整天溺在一起 但好景不長 新生小妖姬搬進學校宿舍後 一切就變了 這人很招搖心機也很重 那天在非洗衣時間占據宿舍浴室 洗了好久衣服害想洗澡的學生 在外面大排長龍 這讓個性很瘋的女主角 不爽的將小妖姬拖出來打了一頓 之後她們被請來副校長室解釋狀況 小妖姬卻裝著可憐唬爛說 女主角瞧不起她香下來的 笑她是香巴佬才打她 還把她洗的衣服拿出來亂丟 說根本是霸凌她 副校長聽了 就相信了小妖姬的說辭 因為女主角瘋瘋的 的確像是會霸凌人 必須懲罰 之後小妖姬靠火爛嘴 很快在學校闖出名號 還經常穿的色氣外露 到處勾引男同學來當她的工具人 日子就這樣一直到情人節那天的音樂季 很多樂團像主角樂團都有來玩 小妖姬也跟來玩 現場還一直戒酒裝暈 各種摩擦男主角 男主角竟然也沒有抗拒 女主角則是看得很不爽 加上剛好接到一通電話 就眼不見為鏡先離開了 待音樂會結束後 男主角和小四小友 兩個室友帶著小妖姬回宿舍寝 想續趴一直玩到半夜 男主角才衝來女生宿舍丟石頭 把女主角叫下來帶到球場說 都是你啦 你為什麼要讓我一直跟小妖姬玩 不把我拉走 害我不小心酒後亂性跟她做了啦 可是我對她完全沒感情 我愛的是你啊 女主角聽了當下雖然生氣 但沒幾天後就原諒了男主角 繼續整天跟主角樂團玩 不然她也沒別的朋友了 倒是小妖姬情人節後就忽然休學了 不曉得為什麼 日子就這樣過了一年 再次來到情人節 小妖姬才在網路上 說自己一年前在音樂記上 被男主角侵犯了 現場還有三個觀賞犯 啊這次很快在主角大學學生之間 傳了開來 男主角也第一時間跑來女生宿舍 找女主角抱著她 哭著說我是被陷害的 你要相信我 接著男主角老媽來帶兒子 回家找男主角這個 地主兼政府官員老爸求救 老爸則是打電話去找律師 要來幫自稱沒犯罪的兒子 洗刷冤屈 而被委託處理這起案件的律師事務所 律師男為了瞭解案情 就把相關人員一一找來問話 先來看小事說的話 她說那晚回宿舍寢室後 她看小妖姬跟男主角想要繁殖 就四向的跟小友離開了 再來小友也說 小妖姬跟男主角那晚甜甜蜜蜜的 就算做了也肯定是你情我願吧 接著是美作的說詞 她說當天音樂季結束後 她就去找別的朋友玩了 但她可以用人格擔保 她認識的男主角是正人君子 不可能搞性侵 然後是西門的說詞 她除了解釋自己在音樂季玩茫了 什麼都不知道外 其他時間都在抱怨小妖姬 四個心機重的臭壁曲 全校皆知 再來是花哲類 她的說詞就比較有用了 她說了以下畫面 一年前音樂季結束 她要回宿舍時 看到從教學大樓走出來的女主角 遇到光著腳拿著鞋子 搖搖晃晃的小妖姬 還推了她一把 但律師男把女主角找來辦公室問話時 女主角並沒有提到這事 反倒說自己很早就回女生宿舍了 且相信男主角 是被小妖姬這個心機表陷害的 阿律師男發現有人口共不一樣後 就也讓雇主男主角老媽知道了這件事 老媽當然也把這事又告訴了男主角 男主角也生氣的 晚上開車在女主角去兜風時質問她 為什麼不講那晚去了教學大樓的事 是在隱瞞什麼 找人私會是不是 女主角聽了 為了自證清白才勉強推託說 她是去找戲主任討論畢業論文 討論完就回女生宿舍了 因為覺得這事不重要 她才沒說 之後律師男查到了一年前音樂季後 其實小妖姬是有在副校長的陪同下 去警局提告說被人性侵了 只是這事後來沒有立案受理 不曉得為什麼 律師男晚上也傳訊息 把這件事告訴她感覺在隱瞞 什麼真相的女主角 想讓她知道這起性侵案並不單純 但遲早會水落時出 所以若有什麼情報 還是早點說出來 對大家都好 另一邊小妖姬目前結束休學 返回了學校 且得到了同學們的支持 大家聚在一起 要求學校好好調查小妖姬說 她被男主角性侵的事 而當時整個國家正處於 全民反性侵運動中 所以很多網友也都跑來小妖姬的社群媒體 支持她替自己的身體討回公道 一時之間她成了最火的網紅和話題 這狀況讓律師事務所的老闆 擔心法官等等會為了迎合大眾輿論 到時在法院上 就算男主角無罪也不敢做出判決 那樣案子拖著 只會害男主角仍然被世人當成性侵犯 所以老闆決定讓律師男跟律師小黃 直接去小妖姬家 花錢買通她和她爸來私下和解 不要真的鬧到對部公堂 卻沒想到小妖姬生氣的說 你們又想和上次一樣用錢收買我媽休想 我想通了 這次我一定要討回公道 律師男跟律師小黃一聽 馬上才出去年小妖姬報警沒有立案 估計是收了某人的錢私下和解了 於是他們回頭跟老闆 來找男主角老爸打聽消息 這時才聽老爸用以下畫面說 當時他跟老婆半夜被警察局長找來警局 覺得小妖姬提告性侵 就是來碰瓷的 所以花錢幫自稱無辜的兒子打發對方 OK確認這事後 律師事務所在法庭上反控小妖姬 說他吵著被性侵卻一直沒有真的提告 之前還收過和解經 這次又出來告一次 擺明想勒索前 法院聽了最終判小妖姬敲詐之類的罪 判決出來後 輿論風向自然也變了 人民都改罵小妖姬 竟然只是個出來騙錢的臭壁曲 騙了大家之類的 但在男主角洗刷冤區的慶功宴上 女主角忽然發現花哲淚其實不太喝酒 這讓她想起以下畫面 一年前音樂祭結束時 她走出教學大樓 跟跪在地上的花哲淚對看到 當時以為她是醉到吐 但她不喝酒怎麼會醉到吐呢 所以她會不會是看到可怕的事才嚇吐的 想到這女主角轉身跑去車站攔住 被同學網友唾棄 正失意的要坐車回老家的小妖姬 問她說花哲淚那天 也在男生宿舍 還看到你被性侵才噁心的跑去吐 對不對 那晚你說你被男主角性侵 我卻先入為主 認為是你自願的 還推開你 是我不對 為了彌補過錯 你跟我去過幾天的一場音樂會 趁主角樂團上台表演時 我幫你感化花哲淚 讓她別再隱瞞事時 已經要穿幫了 快說出實情吧 花哲淚聽了 還真的用以下畫面說 原來當時 她也回宿社寢室 不小心看到小妖姬 一邊勾引男主角 一邊請小事小友離開 她想單獨跟男主角做 不然她不做 但小事小友不但不走 男主角還當著他們面 表演硬上小妖姬 音樂會現場觀眾聽完 就瘋狂痛罵男主角渣 但隨後 所有人目光就被台上的女主角吸引 因為她說了驚人的話 內容大概是以下畫面 原來她從初中開始 就被爸媽送到有醫生資格的 系主任家住 交給系主任培育 但系主任卻開始長期性侵她 還反過來說她生病了 有幻想症 幻想自己被性侵 還逼她吃鎮定完 她就這樣一直被親到大 到後來她都分不清楚 什麼是現實 什麼是幻覺了 非常痛苦 她很多脫序行為 都是為了抒發痛苦才做出來的 那天去教學大樓 也是被系主任找去親的 她一直不想面對這些事 直到看到小妖姬 不顧一切的出來想替自己身體討個公道 這才讓她清醒過來 直到是該出來反抗系主任了 OK 最後故事就在 女主角和小妖姬準備攜手 卻想辦法打贏自己的性侵官司下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個故事可能是在表達 你身邊充滿很多人面獸心的傢伙 請多小心之類的 咳咳